记者林静伦宜兰报道,宜兰县五丰齐德子扣西昨天下午传出意外,因暴雨溪水暴涨,红杏学员失联。 今天上午10点19分,红南遗体于五丰齐风景区兰沙坝旁被寻货,身上覆盖枯木及树枝,塑膝装备,救生衣及头盔皆完整, 经家属却认为失联的红南一家人力发展公司12名成员参加塑膝团, 左从内湖出发到五丰齐风景区塑膝,中午11点左右,山区下起暴雨,下午2点39分,一线消防局获报,塑膝团有三人受困沙粥,三人被冲走。 搜救人员在下游就起被冲走的郭姓教练与24岁徐姓女学员, 但37岁红杏学员失踪,经出动时升级搜寻仍无所获, 四肢撕裂伤的徐姓学员不发抑郁,送医治疗无大碍。 受困沙粥的三人,搜救人员以救生生胆拉出红杏学员遗体。 今日上午被寻货,搜救人员指出, 以体位于五丰齐风景区蓝沙坝旁,身上覆盖枯木及树枝, 其身上织素吸装备,救生衣及头盔皆完整, 经家属却认为失联者。